西班牙撤走了一个65岁以上老人的呼吸筋 看着他死去 医生和护士大声痛苦 意大利一名老神父 把自己的呼吸筋让给了年轻人 刻然离世 英国人要搞穷体免疫 淘汰老弱病残 美国人只管他们的金钱和股市 不限于民众的死活 这就是国人们常常羡慕不已的西方文明 这就是所谓的民主和自由 这就是所谓的人权与高贵 可是在世界的东方 有一个大国 林肯付出数万亿的经济股市 不计代价 亲全国之力 也要救活每一个能够救活的生命 周婆婆90岁出院了 97岁的父奶奶也出院了 101岁的周大爷也出院了 他们之所以能健康地走出医院 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叫中华的国 老老以及人之老 幼幼以及人之幼 以名为本 孝敬为本 是我们五千年遗留下来的文明传统 身在华夏何其有限 尽管年已老 病已危 但依然可以健康地活着走出医院 能够看到第二天 灿燃升起的太阳 这才是人性的光芒 这才是文明的果度 这才是最好的人学 这才是生命的刀跪 身为华夏子宗 是何等的荣耀 身为中国公民 是何等的做 什么才是真正的会 严皇子宗 才是这个星球上 真正的老贵族 同样媚乱 会让中华的祖先们 门羞 会让中华的后代们 取笑 朋友们 等待了两百年的机会 终于来 让我们一起努力 一起打拼 一起战斗 去迎接一个属于中华的 伟大时代